最近,突然一个名为发际线男孩,成了新近网红,微博粉丝暴涨十万,从默默无闻到一夜暴红,真的是自带草根网红气质啊。 发际线男孩的由来原来是在一档叫1818黄金眼的节目中,在公司附近理发,因工作人员向他推荐起店内活动,说是可以免费体验,可以做一个发际线,而18岁的小吴刚刚入职,就想那个发后开始好好工作,就这么相信了他们,结果最后消费清单出来后,让小吴大跌眼镜,瞬间十几年的消费官崩塌了,总消费金额高达三万九千元,就算有折扣, 折扣价格依然高达一万八千元,因为刚出来工作,小吴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,无奈之下报了警,最终小吴支付了两千五百元,店家才肯放他离开,而就是因为报了警才上了头条新闻,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讨论与关注,而当发际线男孩活了之后,针对于他的各种搞笑吐槽,那表情包以及照片也被网友们拔了出来,简直是让你笑,倒不能控制你自己的吧。 爆红之后的变化与不忘初心,发际线男孩爆红后,每天要接很多的粉丝电话,虽然小吴自嘲自己瞅,但还有女孩主动表白,小吴头脑很清晰说,他把所有粉丝都当潜在厨房课,还表示自己曾想当王俊凯,虽然经历了中考失败,求职挫折, 但是他看清自己的学历低,不好看,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因此只想珍惜现有工作。 另外当被采访时,谈及个人的感情生活和喜欢的女孩,小吴表示自己喜欢赵丽颖那类型的温柔可爱,还表示自己如果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,是不会去主动追求和告白的,就只是会简单的喜欢下去。 甚至还有网友说,我也喜欢这种温柔善良的,像赵丽颖这样的女生,别跟我抢,也是很有爱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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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